我覺得人是 智慧沒有那麼高啦 像賈博士我都覺得是外星人派來的 真的嘛 他把世界改成這樣 我都覺得他是外星人啊 改完了外星人就你可以回去了 他就回去了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這回要跟你們說什麼呢 你終於溫柔顏色香花 趕走遙迴不念彼此以為 我在演出的時候 我都在跟人家開玩笑說 現在年輕人都不認識我 我都自我介紹 就說我就是當年的蔡依林 年輕人這樣一點 他就通了嘛對不對 當年余台嫣以一首化妝舞會 迅速成名 而且這首歌還是知名製作人 梁洪志為他量身打造 唱片公司就把我的CD給他聽 他就聽了他覺得 他有想法 對聲音有想法 但是沒看過人 他跟我跟人講說 他長得真的不好看 但是是大學畢業 氣質還可以 他就想一想一想 就想做化妝舞會 把臉遮起來 所以這首歌是這樣誕生的 一戲間爆紅的結果 余台嫣始料未及 因為在那個民歌時代 就讀中心大學的他 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態 瞞著父母偷偷報名參加金運獎 沒想到最後只抱不住火 是出了第一張唱片 電視上出現的余台嫣 隔壁鄰居跟我爸講 那個是你女兒 我爸說什麼 他說電視上那個余台嫣是你女兒 然後我爸就去看 然後我才問我 我爸對我是放棄的 儘管父親大發雷霆 但誰叫余台嫣 是家中最叛逆的小女兒 我家裡有六個小孩 然後我老六 大姐二姐都是教書 因為我爸就捏嘛 就是小孩子 教書鐵飯完就直定 然後我的時候我爸已經放棄了 我自寫的最醜 因為一直拿鞭子 拿到老六的時候 你隨便啦 你愛怎樣就怎樣 余台嫣的父親 是花蓮當地的小學校長 平常在家 不苟言笑 更無奈的是 父母間個性不和 一天到晚爭執不斷 我爸媽一直要走 都老死不向我來 真的很遺憾 然後我們就講說 沒有和解 下一輩子還會當夫妻 後來我爸爸去世的時候 我發現他帶著我第一張照片的那種相片 所以看了也會很難過 我跟我爸距離比較沒有比較遠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跟爸爸撒嬌是什麼滋味 直到父親離開前的那一刻 余台嫣才明白 雖然爸爸嘴上不說 但其實以他為榮 想當初他還天真的以為 是不是自己能看到一些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才得不到爸爸的關愛 因為我不好養大 好像就會夭折 很難養大就常常會出事啊 我媽就在我小的時候就把我給一個 神明做乾女兒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帶那種 服啊 紅色的服 我就是帶到十二三歲才拿下來 他從小就習慣有人伴讀 但身邊壞事不斷 有一回更是驚悚 躺下去你就發現那個 痴妹那個風啊 從那個窗戶那邊一直逛過來 然後你要起來你也沒辦法醒來 就是很不舒服我還記得 我就很努力把所有我認識的 法號全部唸 然後就看到有個光 從我們那個觀音的那個頭那邊 這樣一直過來 而且這種是不舒服的 就兩個一直要夾我這樣子 那時候我就很難過很難過等我 滿聖誕起來的時候 我腳是盤腿的 我是睡著然後腳盤腿 然後手是這樣 儘管生活上常常碰到一些 光怪陸裡的景象 造成於台燕極大的困擾 但讓她最受傷的 其實是一路走來 跌跌撞撞的愛情傷她最深 我情願 情願再多聽些蜜語甜言 我情願 情願讓你再騙我一遍又一遍 每次錄單歌的時候 這首歌我都會哭 就失戀啦 那個應該算是我 入這個 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第一次交的男朋友 出社會的第一段戀情 最刻苦迷心 那時的余台燕情鬥初開 是個單純浪漫的小少女 但她萬萬沒想到 十年來全心全意的付出 卻換來一字字的劈腿背叛 有很多回憶 是鎖在我的心裡面的 過去的畫面 有很多畫面 啪啦啪啦啪啦一直翻過來 翻到我自己都快要窒息 所以每次一唱完 我就跑到外面去 坐在那邊 久久不能回覆 愛到盡頭 卻不是天王的老 這個戀曲 影響了我以後對愛情的一種看法 我現在回頭想 對愛情的認知還有相信 經過一段歲月的洗禮 35歲那年余台燕選擇 再次相信愛情 她放棄了自己的演藝事業 專行跟男友開業店 沒想到不到一年 倒閉關門 付債數百萬 最後落得人才兩空 哇 我覺得我的愛 我一輩子的愛出問題 就是包括我家裡的愛 為什麼 哎 這是命啊 這最後我只能這樣講 是不是奇怪了 我還是交給所有的朋友來 衡量 這樣 OK 她真的太好太好 最後還是一樣 當時余台燕的負面傳聞不斷 有人說她被男友恐嚇 還有人說是遭黑道綁架 但她私下坦言 那時候搞失蹤 只是想躲避人群 因為她連續四年 朱勢不順 就連她的房子也莫名的發生火災 我朋友跟我講說 有時候是下股 現在我都是不大給人家 八字 我那時候就是有給過一個 很斯文的一個 對 然後那段時間就是開那個POP 然後我們股東每一個人都給 股東每一個人 都有四年的時間顛沛流離 難不成余台燕是真的被人嚇了醬頭 因為那時候的她 不但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 還把頭髮染成怪顏色 甚至陷入極度猶豫 我曾經吃了藥 醫生開個藥 一個禮拜都沒睡著 然後躺在枕頭那邊 沒有理由 眼淚就一直掉 整個枕頭都濕掉 不知道自己在哭什麼 後來她更與世隔絕 把自己關在家裡相當厭世 有一回還動了親身念頭 哥哥張國榮 他跳樓那一天 我覺得心情很差 可是我要告訴我自己說 不行 我的小狗 牠要出去上廁所 所以我就 因為那隻狗 我就沒有任何想法 雖然當下余台燕沒有做任何傻事 但他所思所想 仍舊非常不面 直到他的恩師 梁洪志說的這段話 老師那時候得了一張癌 已經沒有剩幾天了 他就跟我講 那個事情沒有比生命更難 還是珍貴 然後他講的時候我就忍住 我眼睛真的很大 我眼 眼光叫我淚水 但是我就忍住 撐住 就是不掉 因為 我不能掉給他看 然後我就 我就趕快下山 我一坐車就 就哭了 猶如大夢初醒般 余台燕頓時 豁然開朗 梁老師真的是 我的天使 他連走的時候都推我一把 醒來 我就醒來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愛我 要不然 你會將青春丟給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愛我 看我流淚 卻不給我安慰 所以我現在是到世界各地去 到處唱 不要好好為他活著 我要 可以唱的地方 我盡量去唱梁老師的歌 因為他實在是太經典了 他有太多歌太經典了 而且他太年輕就走了 從來沒有沒有這般的感覺 尤其是過了一個 像你的夜 遲遲望著窗前飄落你雨絲 一切言語彷彿都多餘 走出人生低谷之後 余台燕不但重回歌壇 甚至把豐富的情感 轉移到創作上 還好就是我不會因為寂寞 去找一個伴 我還蠻能夠品嘗寂寞的 寂寞可以創作 女人到一定的年紀 只要不怕寂寞 她就不會栽在一個陷阱裡面 一字一句 彷彿都是余台燕的切身之痛 那現在的她 還渴望愛情嗎 對感情看得比較透 對 但是所謂的透不是說 我完全拒絕 就是聽多看多了 然後被傷害多了 所以自我療癒的能力就變強了 彷彿你的手 拚難的路 彷彿你的手 不怕艱苦 我能走到現在我已經覺得 我還挺不錯的 就是經過一些愛情的教育坎坷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 我現在給自己打100分 樂觀面對過去的種種 現在的余台燕不再委屈自己 她只想隨心所欲 享受一個人的自在人生 我就告訴我自己 從今以後我的人生 就是以快樂為目的 就看透了 看開了 身體健康 還有 你每天開心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現在認知是這樣 不開心的事情 我不要碰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 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哦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到台灣大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 哈囉 everybody 現在阿比要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就是中天新聞網的APP上架囉 多一個下載 多一份力量 現在請你掃描QR Code 完成下載 並且輸入阿比的推薦代碼 CTI216 或者是資深的CTI699 挺中天監督的力量